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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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都喜歡去日本旅行 如果回到家就好像去日本 你說多好呢? 今集的護主就決定付諸實行 日式風格的元素在這個單位裡隨處可見 單位位於紅磡的東海雅園 實用面積382方尺 直到單位就見到一幅充滿特色的黑板牆 因為護主經常去旅行 有很多小的磁石貼 或者有些明信片 想用一個位置放在這裡 所以就想到一個門口位 做一個磁石的黑板牆 讓他們放回明信片上去 而為了在客廳營造日系的風格 單位式釣以白色和灰色為主 並用了大量的魚木式家具 加上護主養了兩隻貓 剩一個日式的地台 讓他們爬高爬低就適合了 而且地台可以用來收納 一舉多得 講到日式風格 又怎可以不提和室呢? CK 我們身處的這間和室非常特別 那其實有什麼用途呢? 因為護主不需要兩間房 所以將這個主人房和另一間房打通 做一間和室 這個可以讓護主平時在這裡 看書、喝東西和朋友經歷用途 都是一個處立的空間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有個地台 以及大衣櫃在上面 衣櫃就放在日式堂門的後面 女護主選完衣後 就可以去到旁邊化妝石頭 除此之外 天花板也別有洞天 設計師模仿日式的建築 在上面鋪設木條 令整個空間的風格更加統一 但為何天花板上有個小型的書櫃呢? 因為單位的橫樑遍布全屋 所以設計師就善用他們 在上面做了不同大小的櫃 既可以收拾橫樑又非常之實用 護主比較少下廚 所以廚房的位置都做了一個大改動 護主本身這個位置做了一個廚廊 我將它改成一個洗衣房 因為護主也有兩隻貓 所以下面我們都帶了一些貓的用品 而上半刻我們會給它一個收納的空間 洗衣房採用玻璃拖門的設計 就算關門 護主也可以觀察到兩位主子的動向 至於廚房就改設在客廳 變成開放式 而牆壁就鋪設了花紋磚 點綴空間 因為護主也想日式風格之餘 加上少許顏色 所以在這幅牆製造了一個花紋磚 這個花紋磚 因為一般的都比較歐洲風味 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們就特意選一個簡單 比較日式的看下去 全屋的裝修用了大約50萬 主要用在天花和木工上面 東網記者潘仲恩報導 東網記者潔仲恩 東網記者潘仲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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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